成年组的测试项目包括11项形态指标,4项机能指标和8项素质指标 以下分别介绍这23项指标的测试方法 新高测试 新高主要反映人体骨落重向生长水平 通过新高与体重,肢体长度,围度, 幅度指标的比例关系来评价人体体型和均程度 使用新高座高计测量 测试人员先将水平压板移至挡板柱 测试人员站在受试者一侧位置,受试者赤足 背向纳柱站立在新高计的底板上 驱缸自然挺直,头部挺直,两眼平视前方 以平上缘与眼宽下缘最低点程水平位 上肢自然下垂,双脚伸直 底骨部与两肩甲间与立柱相接触 两脚跟并拢,中间分开约60度 站姆后,測试人员单手将水平压板 原立柱向下滑动,轻压于受试者头顶 双眼与压板,程水平位进行读素 记录以历米为单位,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注意事项 新高计应选择平坦地面,靠墙放置 测试人员移动水平压板时,必须手握手柄 严格执行三点靠立柱两点程水平的测试要求 水平压板与头部相接触时,松紧要適度 头发逢松者要压实 妨碍测试的发边、发结要放开 生物要除下 倒数完毕,立即将水平压板轻轻推向安全高度以防撞坏 座高测试 使用机械式身高座高计测量 测试人员先将水平压板移至档板处 测试人员站在受试者一側位置 受试者坐于身高座高计的座板上 使底骨部两肩夹间靠立柱 驱缸自然顶直,头部正直 双眼平视前方 以保持以平上沿与眼宽下沿情水平位 受试者上肢自然下垂,不得撐压座板 双脚自然并拢 双足平踏在地面上 大腿与地面平衡,并与小腿情直角 测试人员将水平压板圆立柱下滑至受试者头顶 双眼与压板,程水平位进行读数 记录以黎米为单位,保留小数点口一位 注意事项 测试时,受试者应先弯腰使底骨部 仅靠立柱后再坐下 以保证测试姿势正确 读数完毕,立即将水平压板轻轻推向安全高度 以防撞坏 体重测试 体重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人体骨落、肌肉、皮下脂肪及内脏器官的发育状况和身体的充实程度 并间接反映了人的营养状况 体重过大,会影响人的活动能力 增加冠心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病法率 所以保持适宜的体重到维持人体的体质和健康有重要意义 测量体重使用电置式体重计 测试人员打开电源开关按启动键 显示屏上出现数字闪力定格在0.0时 受试者穿短衣服赤足自然站立在体重计中央保持身体平稳 等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值稳定后 测试人员记录显示数值 记录以千克为单位,正确到少数点后一位 注意事项 体重计应放置在平坦地面上 受试者应尽量减少着装 上落体重计时,动作要轻缓 空围测试 受试者自然站立 双肩放松,双臂自然下垂 两足分开与肩同宽,保持平静呼吸 测试人员面对受试者将大尺上缘 经背部肩甲下角下缘,至空前围绕一周 男性和被发育的女性 大尺下缘在空前沿雨头上缘 已发育的女性,大尺在雨头上方和第四脑骨平齐 大尺围绕空部的松紧度应适宜 使皮肤不产生明显的坎 大尺上与零点相交的数值,即为测试值 测试人员在受试者呼气末时读取数值 记录以厘米为单位 正确到小数点口一位 注意事项 测试时,注意受试者姿势是否正确 如有低头、耸肩、停胸、陀背等状况要及时纠正 测试人员应严格控制大尺的松紧度 如触摸不到肩甲下角可让受试者的矿空 待触摸清楚后,受试者应恢复正确测量姿势 如两侧肩甲下角高度不一致,以低侧为准 腰围测试 受试者自然站立,双肩放松,双手交叉抱于空前 测试人员面对受试者将大尺经磁上0.5到1厘米处 肥胖者可选择腰部最粗处,水平围绕一周 大尺围绕腰部的松紧度应适宜 使皮肤不产生明显的陷 大尺上与0点相交的数值即为测量值 记录以厘米为单位,正确到少数点后一位 注意事项 测试人员应严格控制大尺的松紧度 测量时,受试者的被测部分应充分拿路 测量时,受试者不能有意识地挺覆或收覆 团围测试 受试者自然站立,双肩放松,双手交叉抱于空前 测试人员立于受试者侧前方 将大尺圆团大机最凸起处,水平围绕一周 大尺围绕臀部的松紧度应适宜 使皮肤不产生明显凹陷 大尺上与零点相交的数值即为测量值 记录以厘米为单位,正确到少数点后一位 注意事项 测试人员应严格控制大尺的松紧度 测量时,男性受试者只能穿短裤 女性受试者穿短裤,背心或短袖衣 测量时,受试者不能有意识地挺覆或收覆 鼻涅厚度测量 测试者自然站立,充分拿路被测部位 包含上臂部,肩甲部和腹部 测试人员用左手帽子、食指和中指 将被测部位皮肤和皮下组织液堤起来 测量皮折液堤点下方1厘米处的厚度 上臂部测量点 右上臂肩峰后面与英嘴连线中点处 原上肢长足方向向液堤皮折 肩甲骨测量点 右肩甲骨下角下方1厘米处 与脊柱乘45度角方向液堤皮折 腹部测量点 持水平线与右锁骨中线交界处 原驱缸长足方向向液堤皮折 共测试三次 除中间值或两次相同的值 记录以毫米为单位 准备到少数点后1位 注意事项 受试者自然站立 肌肉放松 体重平均落在两腿上 测试时 要将皮肤与皮下组织一起液堤起来 但不能把肌肉液堤起来 测试时 皮折口道计的钳口连线 应与皮折走向垂直 人体成分测试 打开电源开关 等待5分钟 完成预热 测试人员在电脑中输入 受试者年龄、身高、性别等所需资料 受试者脱掉鞋、密 使用电解液擦拭手和脚 受试者保持站立姿势 确保脚掌、脚跟、手掌以及大拇指接触电极 不要将上肢紧贴身体两边 检测姿势正确后 按START案件开始测试 测试开始之后 避免触碰受试者的手臂或身躯 正常检测开始之后 版面会显示各项数据 测试结束之后 将手掌电极放回原柱 走下检测台 测试员打印人体成份测试报告 并向受试者讲解各项指标含义 测试完成 兼宽测试 受试者自然站立 两腿分开与肩同宽 两肩放松 测试人员站在受试者背面 先用两手的食指 圆肩甲锅向外触摸到 肩锋外侧员向外突出点 即肩锋点 用直角规测试两肩锋点间的距离 记录以厘米为单位 正确到少数点后一位 注意事项 受试者两肩必须自然放松 不能紧张或耸肩 测试人员要找准确肩锋点后 再固定直角规 手法不宜过重或过轻 骨盘宽测试 受试者自然站立 两腿分开与肩同宽 两肩放松 测试人员站在受试者侧前方 先用两手的食指向外触摸到 受试者两卡脊外缘最宽处 即卡脊点 用直角规测试两卡脊点间的直线距离 记录以厘米为单位 正确到少数点后一位 注意事项 受试者不能弯腰 谷腿 驱缸不能旋转 测试人员先摸清卡脊点后 再固定直角规 手法不宜过重或过轻 据腰测试 受试者自然站立 右脚需要尺处踩在据腰测试上 脚后筋抵在测试仪的固定档板上 触底紧贴底板 触底外质紧靠侧板 测试人员移动滑板直至指尖 测量筋结节与指骨尖最大距离 记录以厘米为单位 准确到少数点后一位 注意事项 测试时 受试者脚趾不能屈曲 足的长足与测量仪应保持平衡 血压与安静密博测试 测量前应先确定受试者为安静状态 即以10秒钟为单位 连续测量3个10秒钟的密博 若其中两次测量值相同 并与另一次相差不超过一次时 即可认为受试者处于相对安静状态 否则应适当休息 直至符合要求 血压与安静密博测量计 测试前1至2小时内 受试者不要进行剧烈的身体活动 测试前受试者正坐10至15分钟 稳定情绪接受测试 就大下源应在爪窝上2.5厘米柱 血压重测者必须再休息10至15分钟方能进行 对血压持续超出正常范围者 要及时请现场医务人员观察其情况 测试人员按下电子测试量计的按键按钮 显示屏上出现闪力讯号 当定格为零时 表明测试量计已进入工作状态 受试者将口水装在文饰管的进气口上 受试者走握文饰管手柄 度压软管在文饰管上方 手压文饰管手柄 头部略向后仰 尽力深吸气直至不能再吸气为止 将嘴对准口嘴缓慢地呼气 直到不能呼气为止 此时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值即为废户量值 重复测试两次 显示屏上再次显示第二次测试废户量值 测试人员继续两次测试的最大值 以毫升为单位不计少数 注意事项 测试应使用一次性口嘴 如需充分使用时 必须严格消毒 测试人员应向受试者讲解测试要领 做示范演示 受试者可试吹一次 受试者呼气不可过猛 防止漏气 且必须保持倒压软管在文饰管上方 受试者在呼气过程中不能再进行吸气 测试人员要及时糾正受试者用被呼气错误动作 愿无法糾正 可让受试者戴上臂甲 或用手提起鼻子 防止被呼气 受试者自然站立在台阶前方 做好准备 测试人员打开台阶试验仪的电源开关 显示屏出现闪射信号 按启动键 使台阶试验仪器进入工作状态 在台阶试验仪的风鸣器发出提示音 开始进行上下台阶运动 当风鸣器发出第一次声响时 一只脚踏上台阶 第二次声响时 另一只脚踏上台阶 双脚伸直 情站立姿势 第三次声响时 先踏上台阶的脚下台阶 第四声响时 另一只脚下台阶 持续运动三分钟 当风鸣器发出一声长鸣后 受试者结束上下台阶运动 立即静坐 前臂伸直 手指自然分开 情弯曲撞 测试人员 除后双指密夹 夹在受试者中指或食指的软截指骨 感测器贴紧指幅 台阶试验仪 开始测量运动后三次密搏 当仪器发出结束提示音后 表明测试结束 测试人员按功能键 依次记录运动时间 运动后第一分钟末 第二分钟末 第三分钟末 三十秒密搏 在测试过程中 如果受试者不能坚持运动 或受试者连续三次不能按规定频率上下台阶 测试人员应立即让受试者停止运动 同时按下相应功能键 并为受试者夹上纸密夹 使试验而进入密博测量程序 注意事项 心脏功能不良或患有心脏疾病者 不能进行此项测试 受试者在测试前不能从事任何剧烈活动 受试者在每次登上台阶时 脚必须伸直 失关节不得弯曲 受试者必须严格按照提示音的节奏 完成上下台阶运动 测试人员在仪器测量密博时 应经常用手指触摇动物 与试验而进行对比 如果十次密博相差超过两次 可视为仪器不准 及时改用人工的方法测量密博 人工测量密博的方法 是测量运动停止后 一分到分半钟 两分到两分半钟 三分到三分半钟 三次的密博数 压力测试 测试者打开电源开关 按启动键 显示屏上出现闪力数字 最后定格在0.0数值上 表明压力济进入工作状态 测试前 受试者选择有力手 而单手压住压力济内外压病 测试人员调整调整轮 调制到适宜压他 测试时 受试者身体直立 两脚自然分开 与均同欢 两臂斜下垂 掌心向内 受试者用最大力压压病 显示屏上出现测试数值 受试者手压压力计 进行两次测试 测试人员将显示屏上的数值记录下来 记最大测试数值 以千克为单位 记录小数点后一位 注意事项 测试时 受试者用力时 禁止摆鼻 下蹲或将压力计接触身体 动作错误时 测试人员应及时制止 如果受试者分不出哪一只手更有力 双手可各测两次 记录最大数值 背力为20至39岁者 需要测试的项目 测试者打开电源开关 按启动键 显示屏上出现闪力数字 最后定格在0数值上 表明背力计进入工作状态 测试前 受试者两脚尖分开约15厘米 直立在背力计的底盘上 两臂和两手 垂直下垂于同质大腿的前面 测试人员将背力计压病 与受试者两手指尖接触 使背力计压病至底盘感测器挂钩的距离 定为背力计拉链的长度 受试者两手接触背力计压病 测试准备开始 测试时 受试者两臂伸直 掌心向内紧压压压病 两脚伸直 上体奔紧抬头 进全力做背身动作 受试者用最大力向上提压病 显示屏上出现测试数值 受试者手压压病进行两次测试 测试人员将显示屏上的数值记录下来 计最大测试数值以千克为单位不计少数 注意事项 测试前 受试者要做好准备活动 测试中 受试者不能屈膝 屈爪 动作错误时 测试人员应及时纠正 重跳为20至39岁者需要测试的项目 测量重跳使用电子式重跳计 测试人员打开电子式重跳计电源开关 按启动键 听到风鸣声后 受试者踏上重跳板 相逐自然分开情直立姿势 准备测试 测试评显示出0.0数字时 测试开始 受试者屈膝半吨 双臂尽力后摆 然后向前上方快速摆背 双脚同时蹬地 尽力垂直向上跳起 当受试者落回重跳板后 测试而发出风鸣声 显示出测试数值 受试者要做两次 测试人员直接记录显示屏显出的最大数值 记录以厘米为单位 保留少数点后一位 注意事项 起跳时 受试者双脚不能移动 或有电报动作 起跳后置落地前 受试者不能出现屈宽 屈室等动作 测试时 如果受试者出现 没有落到重跳板上的情况 测试仪将不会显示数值 表明该次测试失败 要重新进行测试 虎我参为20至39岁男性需要测试的项目 测试前 受试者双臂伸直 分开与肩同宽 手指向前 双手撑在测试板上 驱降伸直 双腿向后伸直 测试人员调节上下两对红外线接收器 和反射器的高度 使其在受试者身体处在撑起标准姿势时 能阻断上端的红外讯号 且使身体处在下降标准姿势时 能阻断下端的红外线讯号 然后打开电源开关 显示平常显示零时 表明工作而进入工作状态 此时 测试人员按下测试板上的红色按钮 受试者听到呼鸣器D一声响后 屋避使身体平直下降至肩与爪 处于同一水平面上 然后将身体平直撑起 呼吸到开始姿势 为完成一次俯和餐动作 受试者需连续不断的重复此动作 当完成一次俯和餐动作的时间 超过5秒或在某一姿势停留超过3秒时 测试仪将自动终止测试 测试人员直接记录显示平常显示的数值 以此为单位 注意事项 测试时 如果出现受试者身体被保持平直 或身体未下降至肩与爪 处在同一水平面的情况时 该次俯和餐动作不计数 一分钟养我起座 为20至39岁女性测试项目 测试前 受试者两手放于头部两侧 两腿稍分开 养我于测试板上 测试人员调节托膝架和角脚板位置 使受试者屈膝程90度 测试人员调节上下两对红外线接收器和反射器的高度 使其在受试者身体处在撑起标准姿势时 能阻断上端的红外讯号 且视身体处在下降标准姿势时 能阻断下端的红外讯号 测试人员打开电源开关 显示屏相显示零时 表明工作而进入工作状态 然后将托膝架移开 按下测试板上的红色按钮 受试者听到风鸣器D一声响后 双手放于头部两侧 收幅使驱缸完成起坐动作 双爪关节足及滑超过双膝 还连至开始姿势 为完成一下养恶起坐动作 受试者需连续不断的重复此动作 持续运动一分钟 当受试者听到结束提示音后 测试结束 测试人员直接记录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值 以刺为单位 注意事项 测试时如果受试者借用爪步撐起或臀步上停后下压的力量完成起坐 或双爪未触及或未超过双膝 该次仰恶起坐不计数 测试中 测试人员要随时向受试者报告已完成次数 测试人员打开电源开关 将游标推到到轨近端 当显示幕上显示出负20厘米或以下数值时 表明座位看前屋进入工作状态 受试者面向仪器 坐在电子上 双脚向前伸直 脚跟并拢 登在测试仪的档板上 脚尖自然分开 测试人员调整到位高度 使受试者脚尖平齐游标下缘 测试时 受试者双脚并拢 掌心向下平伸 膝关节伸直 上体前屋 用双手中指指尖推动游标平滑前进 直至不能动为止 此时 显示幕上显示的数值即为测试值 测试两次 测试人员记录最大值 以厘米为单位 正确到少数点后一位 注意事项 测试前 受试者应做好准备互动 测试时 受试者相比不能突然前针 不能用单手前推游标 膝蓋不能屈曲 每次测试前 测试人员要将游标推到度柜近端位置 测试人员要正確填写 受试者测试值的证符号 如果受试者测试值少于-20厘米 按-20厘米记录 选择反映时测试 测试人员打开电源开关 显示屏上显示出FYS字样 表明测试而进入工作状态 开始测试时 受试者五指并拢伸值 用中指远接按启动键 当任意一个讯号键发出讯号时 星、光同时发出 用同一只手以最快速度按向该讯号键 然后再次按启动键 等待下一个讯号的发出 每次测试需完成五个讯号的应答 当所有讯号键都同时发出 星、光、讯号时 表示测试结束 显示屏上显示测试值 测试两次 测试人员记录最小值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注意事项 测试时 受试者不要用力拍击讯号键 受试者按住启动键 一直要等到讯号键发出讯号后 才能松手 否则测试无法正常进行 闭眼单脚站立测试 测试日圆打开电源开关 按按键后 显示屏上出现闪力讯号 风鸣器发出声响 表明测试仪进入工作状态 受试者双脚依次踏上测试板 其中习惯支撑脚站在中间踏板上 另一只脚站在周边踏板上 显示屏上显示零 同时风鸣器发出声响 受试者闭眼 抬起周边踏板上的脚 同时风鸣器停止发声 测试而开始计时 当受试者的支撑脚移动 或抬起脚着地时 风鸣器发出声响 表明测试结束 测试屏上显示测试值 测试两次 测试人员记录最好成绩 记录演表为单位 不记少数 注意事项 测试前 双触要依次踏上测试台 站稳后方可进行测试 在测试过程中 受试者不能睁眼 测试人员要注意保护受试者 在测试中